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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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夫直行 官搞环保笑脱肺 处于满舍过桶世 的辑那世 谁人都知道 原定8月1日实施的垃圾征费 因为港产官僚空有搞环保的抱负 却没有愿意落手落脚 硬挖去做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心 结果在满城麻生中暂缓 大家心水清的 相信会记得当局表示 未来会加速扩大回收网络 包括在全港屋邨和大型屋苑 额外加装智能厨余回收桶等设施 究竟港官门的良好意愿 到头来到了要做要落实的时间 又有没有变质变味呢 东夫就留意到市面有厨余回收设施 容许人连袋把厨余进去 设厨余回收桶多个厨余机 若然只是同一个 那全港装片又有什么难度 另有一些就行时行刻 过了服务时间就不收厨余 真是好笑 原来环保不是应该24小时 应该当工赶回朝九晚五 好鬼办公主义 几粒粒 事不宜迟 东夫 国际职营 没什么推广 政府没有推广 如果你做些不做些不如别做了 我相信成本都是加在我们的小市民真相 政府在2022年10月底展开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计划 目标在全港公共屋邨截至厨余机 不过我们近日收到池云山居民反映 厨余机附近竟然多了一个黄色垃圾桶 听居民所说 黄筒的作用就是被人棄置装厨余的胶袋 不过这样不又额外製造多一件垃圾 南韦芝士还写胶袋 可以与厨余一起放入厨余机 送入奥帕之后还可以分开处理 但据我们所见就没什么居民敢做 究竟少用胶袋 还是多了胶袋才符合环保呢? 大汤碗和保鲜盒被当局 市民当透明又是什么玩法呢? 我见别人下来 是这样扫一扫一扫才可以开门 才可以倒那些厨余 倒完厨余旁边有个垃圾桶 我见放胶袋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分解 但我觉得是没可能 不可以融合的 厨余就厨余 胶袋就胶袋 为什么你不用厨余机? 没什么推广 政府都没推广 我以前没什么看到 因为我在这里我是看不到 因为这里我们下面没有 平时经过厨余机会不会觉得 卫生情况都挺恶劣? 其实经常见到老鼠 有些臭味 有些朋友住的地方都有些厨余机 旁边真的很多社众书 到底是政府宣传出错 还是和房处行接工作出现问题呢? 但同样在公共屋邨的沙田晋阳邨 就有书面提醒大家 可以将胶袋和厨余 一同放入厨余机 所以叫市民可以继续用胶袋 现时环保署在全港的屋邨 都持有厨余机 有些屋邨由于欠缺宣传 有部分市民都未知自己屋邨放了厨余机 甚至有些就算放了厨余机 由于它摆放的位置比较偏僻 不是那么方便 导致市民的使用量有时会低些 甚至他们都不太了解厨余机 都可以连交队一起去处理 所以很多市民将这些 棄置完之后 就把袋放在厨余机旁边的垃圾桶里 由于不是经常 房屋的清洁人员 不是经常去处理这些回收桶 所以有时特别是大热天使下面 这些交代容易发出异味 我觉得未来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宣传 让市民进一步认识厨余机 是可以连交代一起去处理的 除此之外 我见有些不同的屋邨 都开始用积分去换厨余桶 就不需要再用交代承载厨余 用厨余桶去承载 是非常之方便 所以我觉得政府都要在推广 使用厨余桶都要加大力度 便可以避免承载厨余的交代 放在回收桶里产生燃味 環保署和房屋署回应我们 有关屋邨去年展开厨余收集计划 但当时奥帕尔还未开始营运 所以提醒居民避免将交代 连同厨余一齐放入厨余机 亦已成为居民的习惯 当局会继续留意居民的使用情况 在适当时决定是否移走黄桶 除了垃圾桶带来异味和卫生引忧 我们还目击到厨余机出现故障 机盖打开之后一直都未关上 结果传出阵阵恶臭 又有街坊质疑厨余机的运作时间 去到午夜十二点之后 就会转为红灯代机 没得再用 想到厨余呀 就麻烦明天清早 但这样是否曬电曬了呢 政府推厨余收集计划 不如听听市民意见 做好你份工啦 我见到网上日本那边 人家已经做了很久 你这些事 香港已经很迟才做这些事 我觉得可行是可行 但是成本有多高呢 我觉得就算可行 你要适应当中 我相信这些成本 都是加在我们的小市民身上 即如果你每天这样一袋 其实都很浪费塑膠 即政府为环保 你这样倒厨余 每次用一袋膠袋 都是烧了我的膠袋 做回多些宣传 做些教育 那就令到大家知道 可能扔厨余的好处是哪 就可以令到更多人做 至于近日就有连锁便利 推出咖啡渣回收计划 帮助减低碳下坊 坊间就有声音希望计划 扩大至所有储遇 但专家就提醒 最主要都是靠政府的教育和推广 便利店现在收的主要是咖啡渣 咖啡渣在处理上运送上 它没有那么多我们厌护性的问题 因为咖啡渣本身又不会呕出臭味 在短时间内 而用便利店来收这些厨余 你想想拿下屋邨更方便便利店 所以便利店现在这个动作 某程度在这间备年地做一个环保活动 同时去做自己品牌效应 但在教育那边我觉得这个作用非常大 所以我想将来政府会利用便利店做了 这一个行为的改变 再在上面再做多些宣传 然后在自己的屋邨里面 令到市民知道 在我自己的屋邨以下 就已经可以做回收的厨余了 某程度就帮助政府做一个源头的减费 这个便利店做的这个教育工作 将会对政府未来推行的厨余分类有很大的作用 又是港官自己说 希望提升市民源头减费意识 但就懒得做宣传和教育工作 不用说什么 街坊落楼堵厨余 装在大汤里也行 怕堵舍弄到周围骚髒的 就是教育居民用个保鲜盒装住 但便偏要出现 厨余机旁边放个垃圾桶 被人吊掉垃圾袋 那即是鼓励人环保 还是鼓励人多些报废交袋 是否懒宣传懒教育 上面说要加装智能厨余回收桶 便加了 到头来 膠袋要用多少年分解 我不得罪了 港产官僚搞环保 是否又笨实又那西 你觉得呢 香港人每日制造大量垃圾 很多宝就这样吊掉了出去 直送堆田区 有时也不是不浪费 好似有网友贴了以下这幅相 相中有大量目测是日本歌手的黑膠碟 被人当垃圾丢 堆得整个小山丘 黑膠碟少买见少 不是宝来的吗 就算真的不要 都可以跟收买佬斟斟斟斟 不用又制造一大堆垃圾 这么大浪 可能收买佬也没什么油水 收买价钱不吸引吧 又或者现在的人不懂得保 总之见到这样的一幕 总是令人皱眉 说皱眉 你看网上流传的这两段片再说吧 影片一有人在内地厨余桶里 捞呀捞 在厨余收集车来到之前 似乎得米了 由于这段片没播下去 都不知道这位仁兄 取得了这些宝物之后 会有什么后续 哇 不要搞这些事好吧 现在港人不想饮饮食食潮 吹遍全港 以往 关于内地的地溝油报道 又那么令港人记忆犹深 这些翻箱倒闹的油 顶多不就叫龙偷油 哪里是地溝油 以下这段片就不同了 将食用炉放在地上 你又不呀他又不 还要倒入同一个桶里混合 地溝油三个字 吃光了 是否拍戏 还是这两位厨师 却在这里玩玩 希望港产官 尿造事多点上心 不要宣传烂教育 在推动厨余回收方面 要下足心思做好些 那上述在厨余桶上尋补的事情 便可以被各界看电影 否则 以现在市面上多了这么多 各方面勇港人才 会不会来到香港版 港官敢写包单吗 今集东夫即营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致电 我们先掌握这个月线 3600 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即营 拜拜